美国白宫30号发布新闻稿表示美日韩国安高层官员8月31号和9月1号将在夏威夷举行三边会谈 出席者包括了美国国家安全顾问苏立文 日本国家安全保障局局长邱叶刚南和南韩国家安保室市长金圣汉 内文提到会面地点在檀香山的美军印太司令部 苏立文也将与当地美军讨论为维护自由开放印太地区而组成的防卫联盟 另外针对11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案 白宫发言人尚皮耶和国务院首席副发言人巴特尔30号都表示 在拜登政府正式通知国会前不会公开评论或证实 但强调美国会持续履行台湾关系法的承诺支持台湾自我防卫 而面对中共无人机挑衅 台湾军方30号首次实施实弹射击驱离 尚皮耶回应美方对台政策不变将履行一个中国政策 并表示在一个中国政策下 美方将继续进行飞行航行自由行动 包括在台湾海峡海域和空域过境 新坦人亚太电视胡宗汉张瑞珍综合报道 委员 感谢观看